我们继续上课啊,我来控制大家机子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第2章的内容 那么第2章的内容的话呢 主要的就是讲解加瓦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语法知识了 我可能就会稍微讲快一点,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也没什么好讲的 我不可能说再给你去讲发尾循环,怎么循环的是吧 什么时候去使用发尾循环,发尾循环和微微循环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这些东西不需要讲了 这个真不了解的话,你就会去再看看你以前这语言的书 那主要的就是第1个,理解这个加瓦里面的常见的数据类型 在加瓦中如何去定义变量,是吧,掌握它的一些运算符,硕竹,控制流语句 循环语句 等等这些最基本的 任何语言,我们学习任何一门语言,肯定都要从这个地方 开始入手,是吧 然后再了解一下这个加瓦的语言,编程规范 好 我们来看这个PPT 那么加瓦语言的 语法的话呢,我们也会从这四个方面找手啊,一个是数据类型,还有 变量,运算符,控制流语句,那么可以讲 基本上来讲和我们色语言 80%到90% 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可以完全拿到你色语言的这个 知识啊,来去看加瓦里的 这个这些数据类型啊,变量啊,运算符啊,控制流语句啊等等 都是一样的啊 什么数据类型,什么是变量,有什么作用,运算符,干什么用的,是吧,这个我就不讲了 那么这个大家要记一下 在加瓦中啊,有八种常见的原始数据类型 八种原始数据类型 然后呢,有这么 三种引用数据类型 有三种引用数据类型 那么八种常见的原始数据类型啊 就是说在 其实在加瓦里面啊 他已经没有了 其实严格来讲,已经没有了数据类型这个概念 那么他为什么说还需要用数据类型,他主要是照顾到c 程序员的 就一部分c程序员转型到加瓦的时候 如果说 你把数据类型这个东西都取消了 那会让这个 c程序员会感觉非常的难以接受 因为在加瓦中,我们讲过任何东西 他都是类 都是类 实际上这些数据类型也不例外 其实我们刚才 之前已经看到了 像这个 像这个integer数据类型 对吧,我们大写的那个integer 还有那个大写的那个double 对吧,那么你在这里还看到小写的 int,对吧 小写的double 还有 它每一个对应的几乎都有一个大写了 都有一个大写 那么这个大写的和这个小写的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的话呢 那么在编译期间,他们都会把它编译成一个类 实际上你可认为它们是没区别的 只不过 这些原始数据类型是为了照顾那些c程序员 让你感觉和c很像 实际上 他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这一点 所有的东西在加瓦里面都是类 都是类 那么在加瓦这个1.4 之前的版本里面 对于这个int类型 和我们那个integer类型 那我们把那个integer,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integer.v625 那个integer类型呢 就是 我们把那种integer类型呢 还有像那个double类型呢 像这种 Float类型呢 都把它叫做加瓦语言的包装类 包装类 包装类 实际上在1.4之前 一个int类型 普通的数据类型和这个integer类型之间的这个转换的话 还需要通过一些方法来进行转换 但事实上在1.5以后啊 在GDK1.5以后你就不需要了 你可以任意的把一个int类型给integer类型复资 你也可以把个integer类型呢 给这个int类型复资 所以说 就是说真正的实现的等价了 真正实现的等价了 这个大家还是要区分一下1.4之前的版本和1.5之后的版本 那么所以说到1.5之后这个包装类呢 就没有 太大的 应该讲就没有太大的作用了 唯一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普通的数据类型 所以说 你要想对它进行一些 获取它的一些方法或者对它做一些处理的话呢 它就没有 但是你如果使用integer类型它是一个类类型 那么它就有一些方法属性的封装 你可以调用它的一些方法属性的完成一些事情 所以可能就会更方便一点 更方便一点 好 8种常见的数据类型 这个地方大家呢 一定要理解 跟色语言可以比照一下 那么引用数据类型在加瓦里面有这么三种 硕主 硕主是引用类型 类是引用类型 我们后面讲的接口也是引用类型 字符串呢 注意啊 字符串 也是引用类型 这个地方没写出来 但大家知道 字符串 它也是引用类型 也是引用类型 好 这是我们 加瓦中的常见的这么几个数据类型 那么每一个数据类型 所占的这个空间 所占的空间 这个呢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我觉得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说C 我们是学加瓦 所以呢 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不要像C那样去深入的去 什么每一个站多好位什么之类的 这个意义不是很大 了解一下就行了 基本上和C也是很相像的 包括字节形 短整形 长整形 整形 它所占的空间的大小 这个也是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么这个地方提一下什么呢 就是还是有一个类型相容的概念 类型相容的概念 跟C元里面是一样的 是吧 这个Bet类型和Shot类型可以兼容 是吧 那么Shot类型和Inter类型呢 可以兼容 那么Inter类型和Long类型的可以兼容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把Bet类型声明的 这样的一个变量 给直接给C元里面 对吧 但是反过来 反过来复制行不行 反过来复制你要做类型转换 而且有可能会有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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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失败的这种情况啊 会有数据丢失 那么还有像这个Double类型和Float类型 Double类型和Float类型 那么他们也是范围不同 都代表的是一种硕质类型 小硕类型 那么 整形 整形长量这个地方区分什么呢 十进制的整数 八进制的整数 和十六进制的整数 大家看到前面以0打头的 一般都是八进制的 那么以0x打头的代表的是十六进制的 还有十进制的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说至少我们加瓦里面 不要求你去做这个 什么十进制 八进制 十六进制之间的 这个之间的换算 包括二进制 但是呢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大家还是肯定要掌握的 那么还有就是加了辅典数 辅典类型的长量 有两种比较形式 这个地方我要说一下 就是那个 一个是Float类型 还有一个是Long类型 那么这边呢 一般就是说我们去定一个 Long类型的时候 我们一般后面会加一个L 小写的L或者是一个大写的L 那么我们定一个Double 定一个那个小硕类型的时候呢 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有些数据上面会加上一个 F或者是一个大写的F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比如说我定一个 定一个变量 我是Float类型 Float类型F 给他复制的时候 通常你看有的书籍里面会这么去写 是1.0 F 1.0F 他会这么去写 那你说你为什么不写1.0呢 写1.0会报错吗 不会报错啊 不会报错 那么你写个1会不会报错 1你说不是整形值吗 整形值能不能给他复制啊 当然可以了 什么时候你一定要给他 最好写上这样的一个后面一个标志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假如说类中有一个方法 叫做这个类中的一个方法就是 CALC 里面两个参数 第1个参数是 Int类型 Int类型 A 第2个参数是 是那个 Float类型 Float类型 B 好 那么当你在外面去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你你你你肯定是首先冲上这个类的实例 然后通过这个类 通过这个类的实例去调用这个方法 CALC 好你传递两个字一个是1 一个是比如说 2.2 2.2 结果你发现这个地方就 出错 这一行代码出错 因为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代码吗 对不对 这不是小数类型吗 我只要说这个意思 你明白就行了啊 就是说 这个是 调这个类的一个方法 CALC 对吧 传递两个参数 你看你这个调不是整形吗 这个方法这个参数不是整形吗 这个参数不是符点类型吗 对不对 Float符点类型吗 那你这个不是小说吗 我传递2.2不是小说吗 那按道理讲 应该是没问题的呀 你注意你这样去写他默认的他是double类型 他默认的是double类型 他默认的是double类型 所以说 而他这个是float类型 那么大的类型像小的类型复制他是不兼容的 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就报错了 如果说你一定要让他能够那个通过的话 这个后面加上一个 F也就是要写成2.2 F 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种场上 包括假如说这是浪类型 是吧 或什么这 那也可能会会有这种要求 你一定要注意如果说你碰到这种错误了 你要思考一下 哦 原来老师讲过 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要不写默认是double类型 这个地方是float类型 我怎么样把它标字为float类型呢 后面加上一个 F 就这样去传递 就可以了 就这是这个地方唯一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还有像恰类型 这个地方大家也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恰类型本质就是一个整形值 本质是一个整形值 那么 他要求是单引号 要求是单引号 如果你定一个变量恰类型 你给他的负质不能是双引号 哪怕就是一个简单的a 因为你要负质一个简单的a 它实际上是似乎串类型的 对吧 那么似乎串和恰类型它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一定是单引号 一定是单引号 还有布尔类型 布尔类型就是true false 类型之间的转换和兼容 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bet类型 那可以向笑子类型 和笑子类型兼容 对吧 笑子类型和恰类型 可以和印射类型兼容 那么印射类型可以和浪类型兼容 浪类型的可以和辅导类型兼容 辅导类型呢 可以和达宝类型兼容 但是反过来是不行的 这个我就讲的比较快了 我觉得这方面的话 不需要 花给大家太多的时间精力了解一下 就行了 后面我们更多的做一些练习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怎么样去做这个墙类型转换 就说你如果要是大类型 像小类型进行复制的话 那么你要做 像类似于像这样的去做一个强类型转换 但是反过来小类型像大类型复制的话呢 它是兼容的 它就不需要去进行转换 不需要去进行转换 好 那么在加瓦中怎么样生命一个变量 实际上在加瓦中的变量的概念 说白了就是我们类的自断 加瓦中的变量 就是我们类的自断 我们在加瓦中 写任何东西都必须写在一个类里面 写在一个类里面 那么类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类里面有两大类东西 一大类就是我们的自断 一大类呢 就是我们的方法 这个我们在下一节课讲 讲类和对象的时候还会讲到 那么这个类的自断 说白了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变量 就是我们的变量 那么类的自断该怎样去定义呢 那么 就相当于是这个变量该怎么去定义 他就这样的一种语法 就是数据类型标志符等于值 等于值就是说可以在生命这个变量的时候呢 同时给它付错值 那么这种语法和c是一模一样 和c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里就定义了 这么 就是说 这是一个类对吧 那么这个类里面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名称叫做mine 这个方法只不过呢比较特殊是一个近代方法 那么近代方法和普通方法有什么区别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那么这个方法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名称叫做ax 那么这个参数的类型是一个实际类型的硕竹 然后在这个在这个方法里面 在这个方法里面 应该来讲 我们讲这个变量就有意义了 是吧 这个这样去定义的就是这个变量 就是变量 两个变量 对吧一个是a一个是b a这个变量是double类型 b这个变量是inter类型 负值的时候呢 就是说 定义的时候呢 同时给他付出实质 这个都很容易理解 那么数据类型和变量的关系 对吧当我们去声明一个 这个变量为某一种数据类型的时候 实际上它的背后就决定了它的类存空间 类存空间该怎样去进行分配 是吧 比如说我说一个类 我的类有 三个字段 有三个字段组成 那么第1个字段是int类型 第2个字段是double类型 那么第3个字段呢是这个 实际类型 那么实际上你说这个类所占的空间多少呢 实际上就是这三个字段的 值的一个类 这个所占的空间的一个类加 所以说这个数据类型和变量的关系 实际上这个数据类型就决定了这个变量将来 计算机会给他分配多大的类存空间 变量命名的法则 变量命名的这个语法的规则也就是大家需要记住 不能够和加瓦的一些关键词重复 还有一些特殊的字符不能出现就可以了 那么这种命名规则基本上和se也是一样的 就是首先变量中只能出现字母 硕字下滑线和double 那么首字母不能以硕字打头 也就是说只能是字母下滑线和double打头的 那么其他语言的一般不只是double 但是加瓦是词 那么 变量名不能加瓦中的关键词 其实呢 这个是很容易批免 总之就是大家在命名变量的时候 我命名这些方法的时候呢 你尽量的不要命名一些稀奇古怪的这些名称就行了 尽量的就是那些比较能够一看上去就能够表达明确含义的这样的一些 英文单词 这个你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 有一个 有一个问题给大家说一下 有同学就遇到这种问题 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反正我是遇到有好多同学出现这种问题了 就是他所命名的这个包里面 他直接命名加瓦点 比如说加瓦点 Base点是H01 然后里面写一个类 这个类跟这个代码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任何的 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语法错误 但是他运行的时候他就会提示你找不到慢函数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命名的这个包 加瓦点 因为在加瓦下面他也有一个加瓦点和加瓦X点这样的包 所以你和他的包就 冲突了 那所以他就他就他就找不到这个 就是就因为这个原因 那么 你不能导致你的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所以我们在命名 无论是我们的包名 我们的 字段的名称 参数的名称 还是我们的方法的名称 内名称都尽量的 不要去命名一些稀奇古怪的名称 也不要 千万不要和我们的关键字 冲突 否则会给你带来这个 很大的麻烦 那么加瓦中心哪些关键字呢 很多 这都是我们加瓦中心的关键字 有一些大家可能 那么跟诗语言是一样的 一看就知道 但是有一些大家未必清楚 你像这个AppStract 这是我们后面会学习到的这个抽象 抽象类的关键字 对吧 像什么Case啊Default啊Fall啊 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 是吧 什么Val啊 什么Do啊 什么GoTo啊 这些东西大家肯定都知道 但是呢还有一些 大家不太清楚的 你一定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定义变量的时候呢 尽量的不要和这些 名称 一样啊 尽量的不要出现像这样的一些名称 这都是我们的关键字 或者是保留字 或者是保留字 这个有一个印象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去使劲背了 好 这就是我们加瓦生的这个 就是说命名的一个对比 比如说 你这样去命名 就是这样去命名啊 我们只能讲说 它是正确的 但是并不能讲说它是 它是合理的或者是规范的 只要这边命名都不规范 都不规范 但是呢它是正确的 它是语法上能够识别的 对吧那么这边的命名都是语法上不能识别的 像这个中间有空格 像这个以硕字打头了 这个是关键字 对吧那么这里面包含特殊字符了 这个也是关键字 对吧像这样的一些变量你都要尽量的 避免这样的命名 避免这样的命名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呢就是说这个 这个变量的负值啊取值啊 那么以及呢控制流语句 那么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有哪些数据类型 那么我们又知道在加瓦下面怎么样去定义我们的变量之后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关于一些控制流语句啊选择语句啊 还有这个循环语句啊这样的一些语区的一些运用的 好 那么首先就是控制流语句 控制流语句呢是最简单的一个语句了 就是FL switch case 那么有一个判断的 还有就是 会有循环 那么会有循环里面呢 跟 C一样对吧 会有 都会有 Fall循环的话呢 也跟C一样 也跟C一样 Fall循环 但是呢在C下部中 在在这个加瓦的1.5之后呢支持一个Fall一起循环 我们待会给大家 简单讲一下 Fall一起循环 但是它的关键字还是Fall 还是Fall 好首先看Fall 这个后面我们会有大量的练习给大家去做 这一张呢 这个练习题非常的多啊大概是十一道 十一道 都都是在练习这些东西的使用的啊 那么if else啊 跟C语言是一样的对吧 如果这个条件为真 是吧就执行 那这句话对吧 否则就执行这句话 是不是 这是一样的啊 那么如果说这只有 这只有一条语句 是吧 这只有一条语句 那你这个话课号呢 是可以去掉的 如果这里面是多条语句 啊 那你就要把这个话课号加上代表它是一个语句块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if else 如果说我们的if else超过两层 if else 一般情况就是说两层分支判断的时候我们用if else 如果说有三个判断 如果条件一层里 条件二层里 条件三层里有三个 条件判断 我们就不太建议大家去使用if else了 就建议你去使用switch case 是吧 switch case 不管使用哪一个都能达到它的要求 它的效果 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啊 就是说 这样用switch case去表达多重判断的时候呢 更加的清晰一些 当我们的代码的可读性和代码的运行效率发生冲突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大家知道会选择哪一个吗 会选择代码的可读性 也就是说你这样写你的效率更高 但是你另外一种写法呢 它的可读性会更好 那么你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写法呢 实际上你应该选择你那个可读性写法更好的 因为效率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去解决 大不了你升级和硬件 所有的问题 都解决了 那么但是这种可读性的话 如果说你写的不好 将来会给你带来致命性的问题 因为你要想一想 你这个软件 过了半年一年之后 你这个你再回过头来去修改这个软件 如果说你可读性写的非常差的话 基本上你这个软件 最糟糕的结果就是全部重写 因为你连你自己都看不懂你以前写的代码了 因为半年前你那个业务逻辑那个流程你早就忘得差不多了 而且你又没有注释 你没有文档 最可怕的是有可能你是接手别人的 而那个人已经辞职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几乎都要冲写 其实程序员最痛苦的事情并不是说 去写代码 最痛苦的事情是改别人的代码 那你们将来遇到的可能更多的是改别人的代码 因为你刚开始到的工资去 不可能说正好碰到一个项目 从增多到耳朵里去写 可能是你再维护一个项目 再去给这个项目呢 去添加新的功能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不可避免的 要去阅读别人的代码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代码规范 是多么的重要 那你会一边看别人代码 一边在骂这个程序员 说你这个太垃圾了 说你这个太不规范了 对不对 你想一想 其实 你如果不那样 你其实肯定也会被人骂 其实它很重要 它都表现在这么一些细节 细节方面 还是我们的建议 就是if else如果超过两成 就建议使用switch case 那么使用switch case switch这个里面唯一作为的事项 就这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的话 是不是必须为整形值 或者为什么类型 或者为恰类型 对不对 它不能为字无串 C下部中可以为字无串 有同学学一个C下部的知道 C下部中switch这个表达式 它可以为字无串 但是呢 加瓦和c 这里面都只能够为 整形值 只能为整形值 然后这下边一般都是整形值 那么这是第1个注意事项 就这个表达式一定要为整形值 那么第2个注意事项 就是 这个break语句能不能省啊 是不能省的啊 是不能省的 你省掉之后就会有语法错误 就会有语法错误 啊 我们任何的switch语句 我们都可以把它翻译成为 flsf语句对吧 那么我们任何的fls语句呢 我们也都可以把它翻译成为switch case语句 switch case语句 那么最后这个default这个语句呢 是可省的 是可省的 那么还有一种写法 比如说 123456 它都执行相同的语句 那么你的简写怎么写 简写怎么写 是不是可以这样写switch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条件 case case1 然后 case2 case case3 然后 在这里面去写一些代码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123都执行相同的代码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在break 然后呢 case4 然后再执行你的代码 有些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逻辑 对不对 比如说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都干这个事情 但星期五星期天我们 分别干另外两件事情 那么你没必要把这个代码都在这里面复制粘贴一遍吧 直接这样写就行了啊 有些情况下你会遇到这样的一种语法 这种语法是可以的 好 这是switch case switch case 注意两点一个是表达4一个是breaker 一个是breaker不可省 循环啊 循环有两组循环一个是will循环一个是 这个for循环 那么will循环就这个will测试这个条件了对吧 就当这个条件满足就执行这个循环 是吧当这个条件为处就执行这个循环语 是吧 那么 像这个式例了 就是 抗能为0 当抗能小于10 是吧 就输出这个抗者的值 然后抗的加加 注意 我们循环一定要有个循环要给 我们在讲未有循环 老师就强调过 首先第1点必须给这个循环因子 负磁死值 对吧 那么在循环体中一定要改变这个循环因子的值 否则的话就会造成死循环 是不是 啊 就是这个地方一定有这点 就第1个要给它负磁死值 第2个呢要在循环的过程中间 要不断的改变它的值 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退出 是吧 这个都很简单啊 那么还有一个do will do will呢是执行一次 是吧 然后再去执行剩下的循环 对不对 do will 就是说 不管你条件成立不成立 我都会先执行一次 是吧 因为有些情况下 我可能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做 是吧 那么我执行一次之后我才知道我需不需要继续做下去 这个时候就是do will 就是do will 所以说do will 做一句不管条件满路不免住始终 至少被执行一次 这句话对不对啊 这句话对的是吧 就是do 比如说像这个啊 就是说do 循环 输出这个count 然后count加加 然后再未有判断 那么这样的话不管条件满路不免住这个count加加 都会被至少执行一次 这句话都会被至少执行一次 for循环 for循环的话呢 它主要有三个块 让一个是 戳死化块 一个是测试这个语句块 一个是增量 啊 就是首先 他会判断这个戳死值 首先就执行这个戳死值 然后呢 去做这个测试 如果这个测试条件满足执行这个循环体 执行这个循环体完成之后 继续执行增量 增量执行完了之后再做测试 测试满足继续执行操作语句 那么操作语句结合结束之后继续执行增量 增量直接结束之后继续执行测试 测试之后继续执行操作语句 那么直到这个测试条件为假 他才退出这个循环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循环语句的这个戳死化语句块 是不是始终只会执行一次 只会执行一次 只会执行一次 像这个式例 Count等于0 Count等于0 然后Count小于10条件为真 是吧条件为真执行下面的代码 执行下面的代码 执行下面的代码输出这个Count 完了之后 执行到这里对吧 执行到这里因为是个for循环嘛 又回过头来执行这个增量 执行这个增量增量加加之后 判断这个条件 对吧这个条件如果为真继续执行这个循环体 执行这个循环体之后 执行到这里 然后继续执行这个增量 这个增量执行完了之后 又进行这个判断如果条件满足继续执行 完了之后直到条件不满足 就是说Count的结果大于等于10了 才退出这个循环 才退出这个循环 大家一定要把Count的 这个for循环的这个 流程你要搞清楚 像这种情况最适合做 断点 做断点调试你就可以跟踪出来它的流程了 这个都很简单啊 还有跳转语句跳转语句这个跳转语句不是指的 沟吐啊 而是指的那个 我们那个 其实总出来来讲应该不要叫跳转语句应该讲是跳出语句啊 或者说是 也算是跳转嘛 它主要执行在 循环体中 主要执行在循环体中 Break和Continue的区别是什么呢 Break 就在Fall循环里面 对吧 当某一个条件满足的时候 我跳出这个循环 是吧 这不是Break 他就把从这个循环里面跳出来了 而这个Continue他他他会不会跳出循环啊 他是 结束本次循环对吧 然后继续进行 下一笼的循环 是不是 他俩是不一样的啊 一个是跳出这个循环 一个是 跳出本次循环 进入下一笼的循环 进入下一笼的循环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Break和Continue的区别 注意Break和Continue的区别 那么这个Break你还要和那个 SwitchCase里面那个Break有区别啊 虽然说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俩还是 还是有区别的啊 这就是BreakContinue 我们还是通过在C题中大家去感受他的这个用法啊 基本上就是通C 你以前C怎么做的 在Java里面还是怎么做的 啊那么大家需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 呃我们有可能啊 有可能我们在加瓦代码的会经常写这样的代码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好在这里面我写一个放循环 inti等于0 i小于等于10 i++ 如果 i大于5 我就跳出是吧 Break 可以这样去写 啊 否则的话 我去输出 i 好 然后呢 在这后面再输出 i大于5的时候就跳出来了直接执行这条语区 那有的时候呢他这个地方可能是这样的就是 有时候 他直接写个return 这个return和Break什么区别 return 就直接跳出这个过程了 就等于是这个过程就直接结束了 直接就跳出这个过程了 明白吗 这个break的话 他就是跳出这个循环而已这句话还是能够正常执行的对不对 你的return的话这句话都不会执行的 这句话都不会执行的 直接跳出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因为是只有一个过程 所以他就结束了 他就结束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有些情况下 有可能你会遇到这种需求 就return 就return 你为什么不return一个什么值呢 因为这是void对不对 如果不是void你这个还要return一个值回去啊 还有大家可能也会遇到这种代码比如说public 假如说int test test 然后定义一个变量 你这个随便写啊 A 那如果 A 大于10 然后 你写return 11 好 假如这样写 你看他报错看到没有 哪个地方有错啊 你看他错误提示 他告诉你这个方法必须返回一个 印特类型的结果 所以你这样写啊 所以你这样写啊你这样写的话语法没有错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有可能这个方法没有返回值的 有可能这方法没返回值吧 因为你这个A如果要是小于10的话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对吧所以说他就自动的他这个编译器非常智能的 他就自动检测说你这个地方有逻辑错误啊 因为你这个值不管怎么你肯定要返回一个值的呀 所以你这段写是不是有可能 返回不了值 所以直接就给你报错了 那 所以你可以怎么写呢 你要么你要么写 else else 比如说 return return a 你要么这样写 那么你要么这样写行不行 这两种写法是等下的 其实一般全家更加推荐大家这种写法 因为这相当于是一个特例对不对 在没有这个特例出现的情况下就直接返回A 当这个特例出现的时候返回的什么呀 返回的是11 只要出现 return 是不是就跳过这个过程呢 就直接跳出去了 直接跳出去了 直接返回了 所以大家以后写代码是经常会遇到这种这种错误啊 这种问题啊 你一定不要让你的程序出现短路 你这样写就等于是你的程序出现短路了 这都是一些小的细节 大家以后 在写代码中呢都可能会遇到的 我就提前讲一下 这个遇到了之后呢 你要想一想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啊 好这个 讲的比较快啊 应该能接受吧 这个我觉得都比较简单 所以就稍微讲快一点 然后硕主 硕主 在我没有学习极客之前 我们肯定接受的就是硕主 因为 我们 那个变量是吧 他只能够 比如说一个整形值 一个布尔类型 或者说一个实形值 他是不是只能够重放一个值啊 那么如果说你要想 重放一个复杂类型的数据 比如说 学生 有学号 有姓名 有年龄 以前在 以前在 C年怎么做的呀 是不是结构体 那么在cshub中和加瓦中就是什么呀 其实就是类了 类和对象 我们下一集和专门在讲 实际上我们已经都已经在讲类和对象 现在这些代码都是类和对象里面的东西啊 但是如果说当你想重放一组数据 比如说 我想重放一个 这个十个元素的值 十个元素的整形值 那或者说我想重放一个一个班一个班的学生 因为他不止一个嘛 所以像当你想重放一组数据的时候 那你就需要用了硕竹了 需要用了硕竹了 硕竹 不管是c语言还是cshub 还是加瓦 他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满足两个特点 第一 硕竹的类型是不是固定的 你声明一个硕竹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一定要首先指明这个硕竹什么类型 第二硕竹的长度是不是要固定的 对吧 硕竹的长度是要固定的 至少他要是能推断出来的 能推断出来的 我们在加瓦中 他还不存在变体硕竹的这个概念 所以他的硕竹的长度一定是固定的 这是硕竹的两个特点 我们在加瓦中呢 他有以下的三种方式 都可以去声明一个硕竹 第一种方式就直接这样去声明 那么第二种的话呢 就是声明这个硕竹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讲的硕竹 它相当于是引用类型 其实我们始终引用类型的时候 一般都会 用这个符号去 去溜一下 这个溜一下实际上就是在给他分配的 空间的这个过程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 那么还一个就是 创建这个说定义这个硕竹的同时就给他付戳死值 就给他付戳死值 那么通过给他付的戳死值 这个他就能够推断出来这个硕竹 到底他的长度是多少 那么你像这样去定义硕竹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 你必须还要经历过下面这两个过程才能够去实断他 他必须要去 定义 知道他的长度 因为当你这样去定义的时候 他的长度你指定了 当你这样定义的时候 他的长度呢 等于是也被你指定了 因为他可以推断出来 他的长度设计 所以说这个硕竹的使用之前 肯定是要 首先你要指定他的硕竹 其实你要指定他的大小 好我们来看 当然这个加法中硕竹 也可以是多维的 也可以是多维的 多维的大家了解就行了 多维的 我们一般情况下 就是说建议大家去避免去使用多维硕竹 我们知道多维硕竹 可以带来 很大很大的麻烦 让我们在编码的时候 会变得复杂 能用简单的问题 把它解决掉的 我们就用简单的东西把它解决掉 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程序 变得很复杂 那么通常初级程序员都会在 在炫耀 说老师你看 我这个程序你看被我写的多复杂 都看不懂 他认为这个很好 但是真正的高级程序员会告诉你 你看我这个东西被我写的多简单 这几行代码就解这个问题 而且大家都能看得懂 这双就是区别 可以是一维硕 也可以是二维硕 二维硕硕的定义 就是在那个华客后面 华客后面再加一个华客号 跟那个色语言是一样的 这个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的话 那么大家去看我给你的那个那个 一个是疯狂加瓦讲义 还有一个是另外一本加瓦靠那个教材 我这个讲的非常的快 那么大家下一周都应该把那个内容都要好好的 再去看一下 都要好好的去看一下 我我其实在这里等于是把你串一下 那么硕主的声明 访问硕主的元素 怎样去使用他的nance这个属性 我们看以下这样的一些事例 首先通过这种方式就等于是声明的一个硕主 这个硕主的名称叫做lambus 这个硕主的类型是double 这个硕主呢 它的长度是三 对吧 措施值是三个元素 因为它可以推断出来 它可以推断出来 那么 这个是整形值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类型 这是不是可以啊 对吧 我们讲它类型兼容 对吧 它类型兼容 那么我要想 想去获取这个硕主的第几个元素 是不是就直接通过的下标去获取啊 这跟设计员里面也是一样的 对吧 它的下标是从0开始的 这个lambus2指的不是获取它啊 而是获取哪个啊 是不是获取它呀 因为它的硕主的缩影是几啊 是0 对吧 它的缩影是 1它的缩影是2 所以说lambus2得到的就是这个1 就是这个1 这是去读取这个硕主的值 那么你怎么样给这个硕主负值呢 给这个硕主负值是不是就要 就要那个 其实就反过来给它去负值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比如lambus0等于10 是不是就把这个值负值为10了 这就是反向负值 那么 我们这里 我怎么样知道这个硕主的长度呢 大家注意啊 是lambus 是lambus什么呢 是lambus 属性啊 这相当于是属性 你看后面没有刻号吧 很多的这一些小的面子 就有问题 他说 加瓦中硕主的这个长度是lambus 他打了一个刻号 是lambus方法 他是lambus属性 这是属性啊 后面没有刻号 是属性 他要和集合区别 我们将来会学到集合 集合 获取一个集合的长度呢 是 size方法 是size 这个方法 他有个刻号 而你这个呢 是属性 这个是属性 啊 获取说主中第一个元素的值 通过这个下标 对吧 获取说主中最后一个元素的值 大家看最好的做法是这样去做 你不要去写啊 你说012345 你说这个地方写5就行了吗 你这样写你的你的代码的可移植性就变得非常的差 是吧 因为这个如果说一旦减少一个元素 或者说增加一个元素 你这个逻辑就 不对了 对吧 但是如果你这样写 不管你怎么变化 这是不是始终代表到最后一个呀 啊 所以说我们写代码一定要考虑到我们代码的 可扩展性 啊 可扩展性 好 我就给大家 简单演示一下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给这个说主负值 以及怎么样 去 去去这个读取这个说主里面的值 啊 我再来给你写一段代码 好 我们来一个一到一百雷加的值 我就定一个什么呢 我就定一个 印特类型的说数 按照这种 语法 是吧 我这个不负措置了 因为你这一到一百你写一到一百太麻烦了吧 你肯定是要动态给它复制了 然后 它的语法是什么样的 6 数于类型大小 10 就一到十吧 就一到十吧 我们也不一到一百了 好 十个 元素的大小 每一个元素的值 都是整形值 然后 书 非常 及 小一等于 好 ؤ 齐